大家好,我是爱琪,讲师雷公子 今天和大家一起学习Excel快捷键 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吧 因为我们有时候 其实处理数据效率低 或者说处理数据比较慢 其实往往是因为一些细节比较耽误功夫 而其实有时候我们简单的学习一下快捷键 也是我们脱离小白最开始应该做的一些东西 然后本章的话 我们从两个方面去给大家介绍快捷键 一个是Office原生的一些快捷键 第二个是我们自定义生成的一些快捷键 就自定义快速访问工具轮 这块先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原生的快捷键 原生快捷键第一部分 就我们最常用的入门的一些快捷键 例如Ctrl-C,Ctrl-V这些我们就不说了 像什么Ctrl-F查找呀 Ctrl-H替换呀 这些都是最基本的 不要说好多同学可能说 去做一个查找呀 就在这块查找和选择查找 然后再去查找替换 替换 然后这块 这是一些最原生的一些快捷键 当然原生的快捷键里边还有像一些定位呀 可能好多同学刚看到这块有个定位条件 然后回去点 当然定位的快捷键是Ctrl加G 或者有些同学用到的F5也是定位 好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些千奇百怪的快捷键中 然后还有一个 假设我们输入一个东西 假设我们输入一个汉字 输入这块 然后突然间我们想要跳到下一个单元格 我们这块简单说两个快捷键 一个Table键 还有一个回车键 假设我们想要返回到下一个单元格的时候 我们可以直接点回车键 然后再输入一个输入二 输入三 但假设我们要跳到右边这个单元格的话 其实我们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右方键键 我们输入四 然后再右方键键 输入五 我们可以看一下 其实我们再按下回车的话 它会跳到下一个单元格去 如果说我们一行一行数据输完 输完之后要跳到第二行首行的话 我们这块就需要用到一个Table键 假设我们接着输入六 我们按下Table键 然后输入七 然后Table键输入八 然后输入八完成之后 我们按一下回车键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就会跳到 跳到我们输入的这个第一行 就我们第一次输入的这个单元格的下边 这是简单的两个换行的快捷键 这块最常用的入门快捷键就简单介绍这些 然后不多说 下边的话给大家介绍一下重复工作 让F4代气 我们这块说一下 假设我们可能需要把好多单元格 假设我们这个单元格 可能我们标成黄色 还标成红色 可能下边这个单元格我们还需要标成红色 我们就可以用F4 它只会重复一步的工作 不会重复两步 可能我就不想要红色了 我可以用Ctrl-Z把它撤销掉 把它Ctrl-Z撤销掉 其实假设我们把所有这些单元格要给它加粗 当然所有加粗的话 可能我们可以选一下 点个Ctrl-B就加粗了 假设我们就想试一下F4的一个操作 我们先把第一个加粗 然后再点到1-1 我们按下F4 1-2 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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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所有快捷键就被我们清除掉了 假设我们它里有个加粗的格式 我们又不想要格式 我们再清除这块点个清除格式 然后其实我们在下边不想要格式的 我们给它F4 F4清除掉 当然我们也可以选中全部 给它一个F4就全部清除掉了 这块简单介绍了一下F4的一个作用 当然这个可能比较简单一些 F4其实在后期如果大家工作中 一些比较复杂的应用的话 其实F4有时候可以代替我们手工 手工很多的工作 然后原生快捷键最重要 最重要的也就是1-3 我们要用out键 这块简单跟大家说一下什么意思 其实要用out键的话 我们点一下 如果说我们用的是13版 以上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out键之后 它每个标签都会给我们一个字母 我们可以看一下上面有out1跟2 下边有outF outH outN 我们点一下F的话 它会返回返回这个 然后每个上面又有一个字母 假如我们再点一下C的话 可能它就关闭了 点一下S它就保存了 然后点一下outN的话 它会插入 我们看一下它有一些插入什么 插入数据图示表 数据图示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 数据图呀 切片器 它都有一些对应的快捷键 我们最常用的 可能有数据标签下边的一个筛选 我们看一下筛选的快捷键 我们点一下out键 然后松开 我们再点一下a 我们看一下筛选就会是t 当然我们按一下outat的话 它这块就会变成筛选 所以这个就是筛选的一些快捷键 这块我就不一一跟大家介绍 介绍这些快捷键 我简单的把方法教给大家 大家当然把自己最常用的一些 可能需要下去练习 有可能自己最常用的有一些排序 outA 我们看一下有sa outA sd 可能有些同学经常下载下来的报告 在一列 需要用逗号去分列 可能需要选择一列 然后按outa 然后可以看一下 outae是分列的 就可以快速的按一下outae 当然假设我们想冻结首行的话 我们知道冻结首行的视图 视图里边的冻结窗口 冻结拆本窗口 或者冻结首行 我们就冻结拆本窗口吧 我们看一下out w f 对吧 我们看一下我们就把拆本窗口就冻结了 我们当然如果使用熟练的话 这块当然可以就快速的取消冻结 然后可以快速的去冻结 我们在这块看一下 假设我们要做一些数据的一些筛选 我们看一下outa t 我们刚才用过了我们取消筛选outa t 假设我们要用身高排序out a s a out a out a s d 我们可以看一下可以升序降序 是吧 然后这块的话 其实就是关于out件配合的一个原生的一些快捷键 像如果我们经常用到插入数据图示表的话 我们可以选中数据out 我们可以慢慢的看 当我刚开始不熟练快捷键的时候 我们可以按一次out n 我们看一下v是透视表 当然下一次 当然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先撤销一下 我们刚才看到了 如果说我们按一下out nv有这个的话 我们看一下这块的蓝色确定键属于一个蓝色 我们可以直接点回车键 它就会快速的帮我们生成透视表 这是比较快速的方法 当然想在几个标签下边切换的话 也是有标签 这块也是有快捷键的 我们刚才看了 其实可能有的同学说 我比较常用一些排序的快捷键 可是它out a s a 它好长不好记 可能还有什么扩展呀 什么东西out a s a out a s d 好像特别特别不好操作 那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接着看我们下边 使用自定义快速工具栏 假设我们就每次就需要用降续的一个功能 假设我们需要按消费降续 每次都需要做做这个操作 但我们又每次不想去点这个怎么办呢 我们点一下右键我们看一下 它有一个添加到快速访问工具栏 我们点一下确定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被添加到这块了 下面我们都介绍一下这块 为什么要用快速访问工具栏 然后它第一个就是快捷键 原生的快捷键不方便 第二个就是把我们最最最常用的一些功能 给它加到快速访问工具栏 第三个就是注意数量 像我这种手小的 可能一般就做三个左右 最多最多你就做五个 四个五个的 建议不要超过四个 我们看一下 其实我们加到这块 我们看一下怎么才能用它 我们还是切到我们练习里边 放到年龄这块吧 我们按下Alt 我们看一下有个3 Alt之后有个3 其实我们Alt3就可以对它降续 假设我们体重降续 Alt3 我们可以看一下 假设数学成绩降续 Alt3 语言成绩降续 Alt3 其实这块就快速的可以去做一些 把我们想需要用的一些功能 假设我们特别特别常用一些插入图示表 我们觉得AltNV不方便 我们可以把它自定 添加到快速访问工具栏里边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就变成Alt加4 当然这块的顺序 我们也是可以调整的 我们可以自定义 然后根据这块可以去调整它的顺序 假设我就特别特别常用这个 降续排列 我们把它调到Alt加1 方便我们按嘛 然后我们点击确定 假设下一次我们体重要降续 身高要降续排列 我们按Alt1 假设我们年龄要降续排列 Alt1 就特别特别快的可以实现这个操作 当然我个人可能比较喜欢 比较常用格式刷 假设我们这块第一行 我们要把它刷成 把技术 把偶数行都要给它刷成黄色的 我们看一下我们怎么操作 我们按一下Alt2 对吧 然后点一下Alt2 Alt2 Alt2 当然这块就 就能给我们一个特别特别 特别大的一个选择 让我们用最快速的一个方式 然后实现我们想要的一些效果 好像这块可以把一些粘贴值 如果大家觉得公式多了 会卡的话 经常会用到粘贴值 也可以把粘贴值放到这块 我看一下 我们这块复制一下 然后点个Alt3 那就可以看一下 我们刚才是Vlookup 现在就已经被我粘贴为值了 然后快捷键片 就先讲到这块 下节的话 跟大家简单学习一下 Excel里边 基础知识 相对和绝对引用 然后欢迎大家关注爱奇学院 学习更多知识 下期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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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